以上要來講這個三度二風胎 在中島的十二點四十分 登陸到高雄的休館 高雄國地都有民眾協助 驚險的慰眠 在這個林仔區 有便當店的工廣 移到來 差一點去搬到 回到等紅頂的車 如果鳳山 是有替陪促頂 整大片 讓風吹到先起來 這個總控要請記者議員 來報到 好 觀眾朋友們 這畫面是在高雄鳳山 原本鐵皮屋頂 只是被掀起了一角 隨後又有一陣強風吹來 一大片的鐵皮 連頭底下的支架 統統都被吹走 而且還發出非常大的聲響 掉到了隔壁的屋頂上 脫的整個臉都濕了 完蛋了 脫的很香濕了 可以聽到目擊的民眾 也忍不住驚呼 非常擔心這一大片的鐵皮 在強勁的風勢之下 不知道會飛到哪裡去 尤其是鐵皮側邊非常鋒利 如果打到行人後果不堪設想 不只是在鳳山有鐵皮亂飛 畫面上這是在林雅區 有一台黑色的車輛 正在停等紅燈 而路上的物品 不斷從馬路後方飛出 一旁的便當店招牌 被一塊方形的物品砸中之後 也掉落斷裂 差點打到了這台黑色的車輛 也讓目擊的民眾表示說 還好底下是沒有行人 而目前山徒的颱風期間 高雄各地都有拍到 大風吹跑招牌或是鐵皮屋頂 甚至物品萬飛的畫面 為了避免危險 颱風天也請盡量待在室內 以上是高雄的最新情形 哈囉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